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是特地来陪小婉姐们的吧 是啊 我特地带来了江南第一绸缎世家的精美刺绣 还有我姐夫您好的喜宴菜谱 前来让皇上和小婉过目 对了 小婉所创出的几道斋扇也列在菜谱里头 喜宴的菜谱正慢慢在看 正还有事 星月 你就留下来多陪陪小婉 是 恭送皇上 怎么了 你这快要当上妃子 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皇上正物缠身 近日更是承受不少压力 我能感受到他左右为难的心情 我看左右为难的是你吧 其实既然已经成事实了 你就干脆高兴一点嘛 可是 做了满人的妃子 相信很多汉人一定认为我是贪慕虚弱 而在奇人的眼中 我却是一个迷惑皇上 扰乱设计的坏女人 星月 你知道吗 每次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里就很难过 你的心情我能够了解 王爷 您整天都没吃饭了 这空肚子喝酒对身体不好啊 您还是吃点吧 我饿了 王爷 您就吃点 喂 王爷 您就吃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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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婆 你 你偷见 permite的在社会干什么呀 王爷又把你赶出来了 王爷心情不好 我早就跟你说过少管闲事 可是 可是你偏关心他还给他送什么饭呢 哎 你怎么现在乐祸呢 快王爷对你这么好 那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是不是同情心犯了 没地方用啊 王爷要你同情啊 再说 对人好又有什么用啊 王爷对傲拜好 可是傲拜那小子 还不是翻脸不认人吗 这世界上 好心是不会有什么好报的 是啊 要是太父亲在这就好了 王爷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的 连个亲人都没有 我是觉得啊 王府里的气氛是越来越冷清的 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还有 王爷的脾气说暴就暴 再加上众叛清理的处境 我是越想越害怕啊 你有没有一种半君如半虎的感觉 高升 高升 王爷 高升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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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叫高升来见我 快去 王爷 王爷 高护卫 高护卫还没回来呢 什么 我留呼吸 要你不要叫我自己吃掉 王爷 王爷 高护卫 高护卫 高升 少管闲事 快试 王爷要去哪儿 我备马我要监控 王爷皇上有者 要王爷在府中休息 大胆 本忙的事 不要别人管 备马 是 属下马上与王爷备马 中文字幕——YK 小婉见过王爷 不必了 你是皇上的爱妃 本王可承受不起 王爷是来找皇上的吧 小婉先行告辞了 慢着 为什么我一来你就想走啊 不会是因为怕我吧 小婉只是怕耽误了王爷的正事 你是怕我看透了你的心思吧 初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朝廷打拼了那么多年 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也是该歇歇了 那你呢 我只想知道 你能和我一起走完以后的路吗 哀家实在办不到 为什么 难道这么多年 你是在利用我 哀家承认 对你确实有情 这许多年来 你我相遇相知 一直到皇上登基 你一直为了哀家在一心一意地辅佐朝政 哀家心里 对你只有一份亏欠 亏欠 什么是亏欠 我们有过许许多多幸福的回忆 我等你等到现在 不是为了听你说这样的话 你能够感觉到我对你的真心呢 你是舍不得太后的位子 不是的 世间的事都会有改变的 感情相处久了 也会慢慢变淡 你懂吗 我不懂 我为什么要懂 你为什么要我明白 你想和我断绝一切关系 你不想和我有任何的瓜葛 安家此生别无所求 只希望百年之后留有清白之明 我明白了 我不但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还臭名昭彰 跟你这高贵的太后在一起 会玷污了你的名声 好 好 好 走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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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父亲 皇上 太医 皇上 小婉的病情怎么样 这 是不是加重了 回皇上的话 小婉姑娘原本身体稀弱 再加上受到了惊吓 导致病情恶化恐怕 恐怕什么呀 药室 行了你别说了 快去想办法开药 皇上 小婉 你有病在身 还是躺着吧 多谢皇上 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吗 长龙皇上关心 不好多了 都是朕不好 朕没有派人好好保护你 让你受到惊吓 没想到皇叔那么大胆 竟然想对你下毒手 朕对你的亏欠 实在是太多了 皇上 求您放过皇叔 不再追究了 就当 失了小婉姬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朕什么都答应你 你要答应朕 要好好地养好身体 等过完您 朕就为你举行立非大典 小婉夫伯 时日不动 恐怕辜负了皇上的厚爱 小婉 你不要再说这些不吉祥的话了 朕宁愿不要江山 也不愿失去你 朕宁愿不如你 和我说这些不柔车 没事吧 是你救了我 先喝口水吧 我一进城就听说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本王太过信任傲败 有眼无珠 王爷遇难的时候 属下只顾着护送冒笔僵 没有留在您身边 请王爷恕罪 这不是你的罪过 这是天意 想我多而过人容骂一生 为大清帝国之开国元勋 今日仅会落到如此下场 没想到奥拜竟敢卖主求荣 不管您放心 我一定会替您清理门户 讨个公道 不必了 现在奥拜深得顺之的宠心 你去找他 不过是落得一身 稀落凌辱而已 难道您就不恨他吗 以我现在的处境 恨有什么用 王爷 你不必为我难过 对我来说 最艰难的时候 已经熬过去了 我刚才离开皇宫的时候 突然觉得轻松了许多 那里的一切 跟我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原来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 感觉会这么的好 王爷 你不会一无所有 至少还有属下在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高升都会守着你 想当初 有多少人争着凤城八角 可今天 当我将走上绝路的时候 身边只有你啊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京城 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那让属下护送你回满洲老家 不 依我现在的处境 我又有何颜面 去见太父亲呢 你走吧 多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 你和新月姑娘 也算是经历了不少的波折 有情人该终成眷属了 可是您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丢下你呢 天呐 你快点 我也不知道 你快点 あの天呐 留留 我 那天呐 你 小伯娘 那天呐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爷 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搭点火 王爷 你先喝点水 我去给你买俩烧饼 烧饼 烧饼 热烧饼 烧饼 师傅 来俩烧饼 好嘞 来两个烧饼 您稍等 同学我请你吃皮马虎 伯伯不吃 你自己吃吧 真乖 嘿 你 王爷 伤痛 若再相逢 恩怨前奏 何必寻故人心中 山穹水井 柳暗花蜜 这人生根本匆匆 王爷 王爷 怎么样 算得怎么样了 今年我们可以 过一个大肥年了 那太好了 大家的努力 终于得到回报了 二小姐 那我们的花红呢 是不是很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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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肥 当然肥咯 夏哥这是你的 我也有份啊 当然你也是 如意楼的一份子啊 谢谢二小姐 谢谢姑爷 今年的成绩这么好 明年可是要继续啊 太好了 这回忠于可以回家 过一个大肥年了 二小姐 这是什么 怎么 怎么就一张纸啊 没有银两在里面啊 馨月 那张好像不是银票啊 姑爷 二小姐 怎么回事 你们别急 仔细的看一看 这就是你们的工资啊 而且还多了两个月的恩怀花红的 胡乙楼钱中债券 这是什么呀 二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啊 已经替你们计划好了 你们总不能一辈子 在这个如意楼当小伙计吧 所以呢 你们的钱就先搁在我这儿 等存够了呢 你们以后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啊 哦 我知道了 这样一来啊 大家以后啊 都成大老板了 还是我的小外甥聪明 还是二小姐想的周到 周到什么 钱还是放在自己口袋里比较安全 二小姐 我还是想要钱 这个利息我会按月算给你们呢 你们又不会亏本 可是没有钱 我们怎么回家过大飞年啊 这样好了 我炒几个不错的摘菜 然后每个人一个大红包 让你们带回去过年呢 还是老板最有人情味了 我就没有人情味吗 我这么做也是为你们的将来着想啊 以后你们就会感激我的 好了 把这些收拾收拾 早点回去过年了 姐夫啊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一下很重要的任务 我记得啊 过年之后要进宫 帮皇上筹备丽妃大典的喜宴嘛 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多的波折 小婉还是嫁给了皇上 过年二小姐 高生回来了 啊 高生 你送王必将回江南了吗 你送王必将回江南了吗 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你怎么了 路上发生什么事了 王爷去世了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王爷突然间会死了呢 你说话啊 王爷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熬北 王爷在郊外 不小心让货车撞死了 你 你说你做事 不小心 会不会有什么事 是老公 你们不要不要 是老公 你 有罢atan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既已成为朕的爱妃 朕说过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医好你的病 锐王爷曾经对臣妾说过一句话 至今仍在臣妾的心中盘旋 他说红颜自古都祸水 皇上 您难道真的人心 让小婉成为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吗 皇叔是被朕逼急了才会对你胡言乱语的 他那些话你可不要放在心上了 小婉并非是放在心上 而是 皇上您身为一国之君 全天下皆以皇上马首是瞻 皇上因为设计百姓 福祉着相 更何况 锐王爷已经不在了 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皇上一个人的身上 皇上 您就别再为臣妾分心 您免耽误了朝政啊 你放心 没有了皇叔 朕身边还有一班忠心卫国的臣子 不管是敖拜还是玛尼 他们都会帮朕治理朝纲 朕内外皆可兼顾 爱妃分体尾和 朕一定要陪着你 皇上 皇上您拥有后宫嫔妃三千 万千宠爱 却急于小婉一身 臣妾此生福薄辜负了皇上 希望来世 能够报答皇上的恩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位note 没人 这时间过得还真快啊 妈爹 过两天就三十晚了 这么快又一年了 姑爷 你是不是有些不开心啊 不是 我只是担心 新月如果这样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嫁出去 你们笑什么 没什么 我们只是觉得 姑爷说话的语气 一点不像二小姐姐夫 反而像他爹 如果我是他爹 我就立刻找个媒婆回来 先逼他上花架再说了 幸亏你不是 否则以二小姐的脾气 还不先把你海扁一顿 其实二小姐条约这么好 姑爷 你就不用担心了 对了 二小姐去去高生 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接回来 高生对王爷忠心耿耿 王爷下葬之后 他一直寸步不离 守着王爷的礼墓 真搞不动 实际上还有这么死心塌地的人呢 是不是他受刺激太大 人变傻了呀 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怎么会明白高生的心情啊 死心眼有什么不好 正因为专心 他才会对二小姐始终如一 听到没有你们两个 夏合比你们懂 夏合比你们聪明 会啊 你不是一向都很忌讳的吗 你不担心呢 担心什么 过年过节二小姐去墓地看高生 你就不怕他把晦气带到咱们家 呸呸呸呸呸呸 可不可以说些吉利的话 哎呀都在呀 好好 勘了勘了都自家人不必客气 常文 不必我跪拜你吧 护国一等功 你是我兄弟 当然就更不必了 我今天呢 是以私人名义造访 凡文汝捷一概都免 哎呦 做了大官说话有些文化了 夏合还不快去倒茶 免得怠慢熬大人了 你这是何必 你今时不同往日 你是大人物 要你亲自驾临来到韩社 我怕得罪你 担当不起啊 我一点都无所谓 我也不介意啊 哎 如果你们要介意的话 不如到我府上 我那大 一块过年热闹 好好 我不去 地帮大我怕有鬼 还不快去干活 常满 你要我做什么 也才能原谅我这个做兄弟 我常满身份低微 没资格做你兄弟 那好 你能不能看在一场做兄弟的份上 答应我一个请求 欧大人 你有什么尽管吩咐 干嘛那么客气呢 你不愿意去我的王府队吗 对啊 那你不如让我来跟你迷惑过年 你知道每逢佳节被私亲 这么多年 我奥巴尔终于闯出了一点功名 我真的希望回家 得到你的祝福 你不用我祝福 也会长命百岁了 你是想骂我 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 聪明人 你明白就好 所以我不欢迎你来 你不要勉强啊 哎呦 怎么没见到心悦啊 我早知道你罪翁之意不在酒 他去找高深了 怎么样 这个时候找高深还有什么意义 杜阿滚死了 我没见过像高深这么愚蠢的狗 做一只愚蠢的狗 好过做一只没心肝的狗 你每天陪我待在这不闷吗 这里这么荒凉 我不来陪你你才闷呢 你到底要在这待到什么时候 该不会是一辈子吧 你放心 就算我想在这守一辈子 你也不会答应 对吗 我发现你开窍了 越来越来越了解我了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王爷对我的恩情 我身前是无法报答的 我现在只能做这么多 你放心 我不会强迫你的 亲人 我答应你 我们只在待在一年 一年到了 你让我怎么做我都答应 其实王爷的死 让我感触很深 像他这么精明的人 竟然也会让敖拜给出卖了 有时候想起来 真的让我很矛盾 不管是亲人还是亲信 都不能太过于信任 越是相信 受到伤害就越深 是敖拜导致王爷心里焦脆 死于非命 其实这也不是最大的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太附近 想戳破你跟王爷 都那么久以前的事 王爷你干嘛还要提 其实王爷心里 遭到所爱 是太后 你也知道 怪不得王爷老是出现在后宫 说起心里话 王爷的福 虽然我震撼并不是敖拜出卖了 是他对太后的一片痴情 这么说 该来临目祭拜的 应该是太后才对 可是他却一次都没有来 高生 传太后口谕 高生立刻入宫觐见 太后想知道王爷死的经过 事不相瞒 在哀戒心里 一直对王爷 有着一份亏欠之情 后面太后 当日属下回京 初中遇到了身患重病的王爷 我知道王爷遇到不幸的经过之后 就把他安置在了 郊外的一个村屋里养病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属下离开了一会儿 王爷自己出去 不幸被一个马车撞到 那王爷临终 有什么遗言留下 有 王爷临终前说了三个字 那三个字 大玉儿 大玉儿 他怎么一点不怪这个爱子 回太后 王爷在喊太后名字的时候 眼睛里只有温柔和遗憾 没有一点恨意 爱家之邦 有很多人 都反感王爷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是全心全力 为了大清的江山设计 即使和皇上的立场不合 那也是他们性格差异所致 所以 他对爱家的无人忠心 爱家只能说 我们是有缘无缘 伤害他最深的 就是他对爱家的这种感情 太后 您别难过了 这一切都是天意 高生 爱家知道 在王爷身边 最忠心的人就是你 这些日子 你和星月的感情纷纷和合 也经历了不少波折 王爷已经走了 你也应该没有了牵绊 爱家希望你们两个有情人 能够终成眷属 阿姨 这张长满不是应该贴在厨房里的米缸上吗 哎呀 我们家已经有个重量级的长满了 还有呢贴啊 你别乱说话 小心顾爷听了不高兴 我已经听到了 周璇 如果明年米缸没米 我给你试问 来来来 吃饭了 吃饭了 要聊什么那么开心呢 你来做什么 吃饭呢 谁请你来的 你姐夫 有没有听过我说请他啊 谁请都无所谓嘛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们该不会是为了王爷的事生我的气吧 他要不是我杀的 不可以把这笔账送我头上来 你是始作庸者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 没有搞错吧 我为皇上立的大功铲除了奸臣 还帮皇上达成了满汉一家的愿望 馨月 我看你算了吧 你不请他吃顿饭 他会赖着不走 方便周旭 我们去把别的菜拿回来吧 好走 好 我知道你们还是为九龙的事生我的气 可我也是被逼无奈 再说时间过了这么久了都 馨月 吃饭了 不要说话了 我在等吃饭 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我不过是想跟你们大家吃顿饭 没想到弄得那么不开心 看来我多余 我走 他真是厉害 每次见到我们都可以说一番大道理 永远说他自己是正义之士 我们就是邪恶的魔鬼 我 阿妃娘娘 你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这是皇上特地吩咐一株为您准备的清淡小菜 您多少吃一点吧 我没胃口 没胃口也要吃 你可是皇上心爱的董阿妃 要是病了皇上可是会心疼的 馨月你来了 你也取笑我 欣月寇见阿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宫里娘娘浮体安康 青春永驻龙马精神子孙满堂 好了快起来吧 連你也这么婆婆妈妈的 我本来还在担心你的病 看到你笑我就安心了 不过你的脸色看起来更苍白了 宫里的御医都在干什么 你没有按时吃药吗 不能怪御医 我得了这种怪病让他们束手无策 还常常受到皇上的责备 其实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的 你没有胃口吃东西 我带了样东西来 包准你看了垂颜三尺 什么东西啊 你把手伸出来 这不是秦淮董堂吗 果然好眼力 这是你首创的秦淮董堂 我特地叫长满做的 长满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小的 对吗 你忘了 你曾经送给他一本 你手上的菜谱 你看我 病得什么都忘记了 星月 你知道吗 最近 我常常梦见瑞王爷和冒皮姜 梦见冒皮姜还情有可原 可是王爷 你跟他有没有什么瓜哥 你是不是闷得发慌啊 我总觉得王爷间接因我而死 就连冒皮姜 也是因为我才伤心失忆而离去的 王爷说的没错 我就是红颜祸水 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 这根本一点都不关你的事 我知道 所有的人 都以为我是贪图荣华富贵 而一心别恋嫁给皇上的 可是有谁 能够真正理解我的心情呢 你说的 咱们 没 没有 没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